老铁门大家好 狗子又来咯 这个料子呢 相信看过上期视频的老铁门都知道 经过这两天呢 是拿到出场上面去看了一下 给的价格呢 是比我们心目当中一希望的还要低很多 所以呢 就不打算卖了 现在呢 是准备把这个料子 拿去开窗 开完窗之后再拿去卖吧 这边就整体冰干 它是没得说的 看呢 压一下这种空度这种油性 最重要的是它里面有花 你知道吧 擦出来之后那种冰芹冰芹的那种味道是放得出来的 这边打成这边擦 而且是整个料子情深多处都不变种的 这边大面积一八黑嘛 在这价格蹭了一下就上去了 为什么要擦呢 因为像这种在自己认知以内的钱让别人撞到了嘛 总感觉那种心有不甘 所以呢 还是想的是把它擦了 然后拿去再看看吧 把那个后期呢 也是露鲁铜上了之手 切了就不切了 现在拿去炸它 看一下肉质怎么样 好吧 本来是想以那种前赌的面貌 掌心在童话的面前 可是他们呢 就是看不懂 你看一下啊 现在是眼灯 是不是看到黑乎乎的一弹 现在就擦了一个小孔 擦了一个小窗 还没有扩大 这个情味够用吧 总之够好吧 真的 我还以为说莱曼德的这边逃货的人都是懂料的 所以想以那种没有擦窗之前的那种姿态呢 是给他们去扁一下 打住起来这种料子 一百万 一百二十万 一百三十万的给 说实际上它自己一七万嘛 它也上不去 这种在国内要多少钱 评论器说一下 我看看 这一批刀子呢 反正我是买的非常便宜 五十几个 一千多万民币 然后 一件是卖了一千五百万 一件回北 然后还有几十件 像这样的 有几件不多 反正就是 卖多少都是壮的 你们看一下吧 种料子 这么大 到时候还要继续把它扩大 扩大到时候再给你们看